曾经是我最爱的女人 却用最残忍的方式 无情地伤害我 我痛苦 我迷惘 我也有过彷徨和软弱 但最终我还是振作了起来 头顶一片绿草原 展开了我的报复计划 你们不是要奔赴新生 迎接美好的新生活吗 那好 我就如你们所愿 亲手送你们十几年依赖身手 犯来张口的富贵荣华 背叛婚姻的女人 必须得到应有的惩罚 我从未想过 这样的一句话 会和我的生活影所关联 直至我在结婚三周年的纪念日这天 发现了妻子对我的无情背叛 今天 就是我和妻子结婚三周年的日子 我和妻子是在念大学的时候认识的 从同学变成恋人 恋爱四年 结婚三年 虽然暂时还没有要孩子 但两人世界的甜蜜 却有着别样的幸福感 我们朝阳在爱情的海洋里 感情稳定 十分的甜蜜 过去的日子里 每逢结婚纪念日 每次都是妻子贴心地提前提醒我 让我早点下班回家 每一次 她都会早早地买了菜 坐一桌子 我平时最爱吃的佳肴 开上一瓶红酒 等着我回来 共度一个浪漫而温馨的夜晚 可是今年 我们结婚后的第三个纪念日 我却并没有接到妻子的电话 但我并没有生气 反而感觉一阵莫名的心疼 因为年初的时候 妻子找了一个工作 按照她的说法 现在生育抚养一个孩子 真的压力很大 很难 她不想让这样的压力 全都压在我一个人的肩头 为了给我分担压力 她在年初的时候 郑重地向我提出工作的想法 并成功地说服了我 这一年以来 妻子每天早出晚归 我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在无形中也干劲更足了 我们都在努力地工作 说好了存两年前就备孕 淡下爱情的结晶 今天这个重要的日子 她一定是忙忘了 不过没关系 过去的两个纪念日 都是她早早地做好菜 在家里等我 今年也该轮到我犒劳一下妻子 让她因工作而疲惫地身心 感受到一丝未及了 带着这种想法 我今天特意请了假 瞒着她去市场买了菜 一个人在厨房里忙活 做的都是她最喜欢的菜肴 当我坐在餐桌前 看着一桌丰盛的美味佳肴 脑海中想象着妻子回家后 看到这一切的惊喜而感动时 顿时所有的疲惫 都请客间一扫而空 然而 平时七点下班的妻子 今天都已经过了八点半了 却仍未看到她回来 可能是临时有工作 加班耽搁了吧 我这样安慰着自己 并因为想保留这种惊喜的想法 而没有打电话催促 等到十点的时候 饭菜我都已经热过两遍了 妻子仍旧没有回来 我有些不安了 会不会是出了什么意思 正当我拿起电话 想要给她打过去的时候 手机却突然响了 一个并未加备注的手机号 给我发来了信息 居然还是一条视频彩信 我并没有多想 直接就点开了 下一瞬 我的身形矩阵 瞪大了双眼 呼吸都停顿了 大脑彻底当机 嗡嗡作响 一种怀疑人生的极度思 烈和痛苦感觉如潮水袭来 笼罩整个身心 视频的时间并不长 甚至可以说很短 只有十几秒的样子 但视频中的女主角 却正是我熟悉无比的妻子 这一刻 她在我的视频和脑海中 显得那么的陌生 如果不是清晰无比的 看到了正脸 打死我都绝不相信 这个放浪行海的女人 竟是我挚爱的妻子 这个曾经信誓旦旦说过 这辈子只爱我一人 永远不会背叛我的女人 却在视频中 与他人缠绵 这种放肆的狂野 我从未见过 我毫不怀疑 如果是和我在一起时 当我提出这种要求时 平时连今晚都修得 闭上双眼 脸颊飞红的他 会毫不犹豫地拒绝 甚至因此而生气 可事实上 视频中的他 分明很享受 字易纵 情 翻云覆雨 当短短二十来秒的视频 播完时 我整个人都已经呆住了 就这么正正地坐在餐桌前 心脏一阵一阵地抽痛 人却仿佛化为了一尊石雕 血液都仿佛已经冻结了 心寒到底 卡擦 也正是这时候 客厅传来开门的声音 我才如梦方形 条件反射 一般迅速将手机塞进了口袋 这一样的举动 让我感觉到悲凉 为什么反倒是我 像个小偷一样 人生可真是讽刺啊 你回来了 怎么还没睡 看到我一个人坐我餐桌前 妻子似乎有些意外 明显愣了一下 但他很快就回过了头去 弯腰拖着高跟鞋 他显然忽略了我身前这衣 桌子已经再次冷去的佳肴 以及这瓶已经醒过头的红酒 趁着这个机会 我仔细地打烂妻子 突然才发现现在的他 真的和以前不同了 以前喜欢休闲服的他 不知什么时候起 喜欢这种齐屯的紧身连衣裙浪 我甚至忽略了他的头发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胖成了大波浪 这一刻我才突然发现 原来妻子真的很迷人 娇好的面容 高挑的身材 再加上前卫的穿着 一种成熟性感的欲解气息 扑面而来 而这一切 都是在这一年工作之后 才发生的改变 或许是因为我工作太忙 或许是因为它 只是平时一点一点微小的变化 长相厮守 今天是什么日子的吗 我深吸一口气 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柔和 我做了你喜欢吃的菜 本来是想给你一个惊喜的 哦 今天临时加班 一时忙忘了 他愣了一下 很快反应了过来 撒娇式地撅起了嘴 他这拖鞋向我走来 轻轻地在我额头印下一个吻 谢谢老公 我好幸福哦 幸福吗 我只是觉得好笑 微微垂手 看着他修长纤细的双腿 我清晰无比地记得 他早上出门的时候 腿上是穿着丝 洁白如雪 更重要的是 忙了一天的工作 他的身上竟没有一点汗味 反而有一种刚沐浴过的清香 或许刚才那段视频 就是今晚的杰作吧 可真是工作很忙呢 当这些念头从我脑中闪过时 我突然就不愤怒了 一时间心如止水 我决定隐瞒 刚才刚收到的视频短信 这件事我暂时不会捅破 因为想到报复这两个字 我突然生出一种莫名的快感 做个如此的无情的女人 我绝不会就此罢休的 我要让她出惨重的代价 背叛婚姻的女人 必须要受到应有的惩罚 对不起老公 加班这么晚 我已经点外卖吃过了 此时 她才注意到眼前的一桌菜和红酒 又愣了一下后 脸上浮显出气然之色 撒娇式的晃了晃间 辜负了一番心意 你不会怪我吧 没关系的 老夫老妻了 做点小事怎么会怪你 我心下冷笑 淡淡的接过话头 顺势起身 见她的包还跨在肩上 顺手便帮她摘了下来 这个动作似乎让她吓了一跳 身体明显僵了一下 神色间也有一瞬的僵硬 我故作未觉 拿着胯包向沙发走去 随手就放在了沙发上 一定很辛苦了吧 时间也不早了 我帮你放水 洗个热水澡 早点休息吧 错身而过时 我的鼻子抽了两下 心头微动 并不是那种淡雅的女人香水 而是一种男士香水 似乎在哪里闻过 我依旧不动声色 暗暗记在心中 放下包后 我一边说着 转身便走向浴室 在这个过程中 我故意装着没事人一般 没多说一句话语 让他放松了警惕 转身去卧室 拿换洗衣物了 因为要洗澡 他的手机也留在了客厅 直到浴室里传来水花声 我才冷笑着 在客厅沙发上坐下来 拿起他的手机 评计打开了评保锁 直接翻找通讯录 通讯录里的名字 我大半都认识 剩下一小半不认识的 多半也只是他的同事 或者客户 总的来说 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但却有一个号码 引起了我的关注 电信 他的手机号是联通的 存电信的服务号码 是什么操作 再说了 这种简单一级的服务号码 用得着存吗 我的直觉告诉我 这里就是一点所在 都说女人细心 她也未免太不严谨了吧 又或者说是太轻视我了 平时的我给她的感觉 太过安全 自朝班的笑了笑后 我点开了详情 果然 点开之后 里面的电话号码 根本就不是什么电信短号 而是一个移动的手机号 而且 妻子和这个手机号的通话 很日常 基本上每天都有 每次的时间长短不定 就在今天 她下班的时间十分钟后 两人又有一次通话 但却仅止短短的十余秒 如果只是约定 见面的酒店和房号 十余秒是绰绰有余了 我的心再次抽透 感觉头上顶着的 这片绿油油青草地 马上就要变成 呼伦贝尔大草原了 时间有限 我没顾得上气氛 飞快地将这个号码 记在心里 然后将手机放回去 没事人一般走到餐厅 倒了一杯 已经醒到有点发苦的红酒 就着冷菜吃了起来 都已经这样了 我可不能再折磨自己 该受到折磨和惩罚的 是那对无耻的狗男女 不一会儿 妻子从浴室里出来 若是在平时 我不会过多注意 但今天 她出了浴室之后 果然是直接走向客厅 拿起手机看了一下 这多半是想看看 有没有被人翻看过了 我故作不见 一边吃菜 一边暗自冷笑 就这么点胆子 也敢给我戴绿帽子 我再次压下揭穿 她真面目的冲动 脑海中想象着 不久后的将来 将一切摊牌 狠狠甩她一巴掌的痛快 莫名的爽快 为了那一天的到来 我现在越是故作随意 她就越会放松警惕 到时候也就会摔得越痛 饭菜都凉了 还能下酒吗 过了一会儿 她从卧室出来 看到我还在吃饭喝酒 向我走了过来 揉 软的手臂搭在我的肩膀上 轻轻将我搂进怀里 怎么了 是不是闹情绪了 怪我没早点下班回家 真是可笑 到现在 她还没想起来 今天是什么日子呢 脑中闪过这个念头时 一想到她回家之前 还放 浪行孩 我就感觉一阵的恶心 反胃的厉害 我可没这么小家子气 我不着痕迹的借家菜的动作 避开了她的手臂 半开玩笑地说道 七十八点的时候 我馋不过 已经吃过了 只不过不想浪费罢了 莫非你今晚不回家 我还一直饿肚子不成 妻子的神色有些怪怪的 我的一语双关 她应该能感觉到一点吧 我突然一下没了胃口 装作已经吃饱起身 她主动收起了碗筷 我也没有多说什么 转身就去了浴室 果然 衣物架的一个小盆里 放着一条黑色的内裤 明显是已经洗过了 拧干了水 她忘了带出去晾晒 我这才想起 以前她只有在暗示我 晚上浇公粮时 才会穿这种性感的小蕾丝的 怎么 现在都成为日常了吗 还是特意穿出去 给那个狗男人欣赏的 我暗中咬牙切齿 原本近来是想看看内裤上 会不会有什么痕迹留下的 既然人家谨慎 已经洗过了 自然也就没什么好看的了 当然从浴室里出来时 她居然在阳台打电话 看到我出来 故意提高声音说了一句 明天到公司再说 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公事吗 我就不信她真有这么忙 老公 你不舒服吗 是不是有什么事 从阳台回来 她似乎看出 我脸色有点不太对劲 小心记记地问了一句 放在平时 我肯定把这个当做关心了 说不定还会感动一下 但现在却有种 看透桌烈演技的通透感 没什么 就是突然想起来 今天罗五跟我说 她怀疑她老婆可能出轨了 跟我说想离婚 我看了她一眼 撞死随意地回了一句 是吗 还有这种事 她的脸色明显变了一下 装着和我闲聊的样子 语气很随意 你们男人啊 动不动就提离婚 就算是她老婆的错 或许这里面是有原因的呢 总得搞清楚再说嘛 你可别乱出主意 当然不能就这么离婚了 我笑了 语气比她动随性 罗五的钱 可全都在她老婆手里管着呢 而且她老婆出轨的 可是一个离过婚的钻石王老王 若是就这么冲动和她离了婚 不但这些年辛苦赚的钱 全都打了水漂 还真好成全人家呢 这种时候就该先忍着 想办法搞出她再一脚踹掉 多解恨啊 妻子的脸色也有些不太自然了 眼神都透着躲闪 言不由衷地附和我的话语 对啊 出轨的女人太无耻了 就该这么惩罚她 这一夜 我失眠了 侧着身子 不知什么时候才睡去 第二天一大早 妻子就说有紧急的事要去公司 我做的早饭 她是看都没看 直接开门出去了 哦对了 我的妻子叫徐妮 我决定以后和旁人提起她时 直呼其名 而不再是像以前一样 一口一个我老婆 看着她匆匆出门 我并不着急 毕竟我的工作性质特殊 并不要求每天做班 每月的工作任务完成就行了 慢条思理的将自己精心制作的早餐吃完后 我才打开了手机 结婚之前 我和徐妮有一次开玩笑 为了表示对对方的忠诚 都向对方授权了手机定位 只不过这件事 她可能都已经忘了 也就是说 只要她的手机是开机的 我随时都能追踪到她的位置 这个功能 我几年以来都快要忘记了 没想到现在却派上了用场 我带着一点点的紧张和激动 打开了手机 通过这个软件 可以确定徐妮现在在哪 一个刺眼的红点一直都在缓慢移动 我也并不着急 心情平静地看着手机 也不知过了多久 红点不再动了 让我精神一震 我很快就确定了红点的位置 这里显然并不是她的公司 而是她公司附近的一个住宅小区 这么心急的吗 我突然就笑了 自嘲般地嘀咕了一句 有一种心痛到无法呼吸的感觉 工作的时间去小区 基本上正视了我的猜测 结婚三年 之前恋爱四年 七年的感觉 要说我一点都不在乎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可真是我的好妻子啊 昨天陪过那个狗男人 今天一早居然又撇下她的老公 给人家送温暖去了 我感觉自己就是个超级大悲剧 我拼定了一下心情 正做精神下了楼 买了一张新电话卡 换了卡之后才打了过去 想了两下后 电话接通 是一个男人懒洋洋的声音 似乎很年轻 和我猜测中 棒中年离翼王老五有所不同 听得出来 这个男人刚睡醒 有些不耐烦 谁啊 这时候 徐妮的声音响起 有点距离 应该是在卧室门口说话 起来了 爱心早餐做好了哦 砰 我条件反射一般挂断了电话 另一只手捂住胸口 强忍着将手机摔向地面的冲动 这一刻 心又抽痛了 我一早起来精心做的早餐 人家不屑一顾 却匆匆忙忙赶去给别的男人做爱心早餐 然后贴心地叫他起床 莫非这狗男人的东西上长了倒沟 或者会拐弯不成 凭什么这么对老子 在路边的绿花袋里坐了好一会儿 我的整个人都是猛的 时怒时悲 一种前所未有的悲怅 让我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如坠冰窟一般 发了一阵呆后 我渐渐地缓了过来 心虽然更冷了 心绪却反而平静了下来 我做出了决定 一定要亲眼见识一下 怎样的男人竟能让徐妮对我如此的绝情 这个点正是城市喧嚣的时候 车水马龙 我的心却仿佛感受不到半点温度了 坐在车里如同行尸走肉 因为路上堵车 所以到达顶湖小区的时候 已经接近中午了 看着前面的住宅区 我心里一阵的难过 三年前结婚的时候 这个小区楼盘刚开 那时我和徐妮还说过 以后攒了钱 在这里买一套房子 因为旧金的小学和初中都很方便 回想当初的约定 我只觉得天大的嘲讽 这个女人恐怕都不记得年初时说过 要咱两年前生宝宝的憧憬了吧 小区的安保并不松懈 我费了一点功夫 才顺利的进入 我并不知道她具体在哪一间屋里 但可以查码 我并不着急 守住带兔也行 确定位置是在必须三栋后 我抬手看了看时间 然后转身便走向了不远处的绿化带 我并不想这么早暴露 这个游戏可以慢慢玩 今天的天气很热 但我却一点都没觉得 我心如止水 躲在一个小区的绿化带里 人生可真是充满了悬念 昨天的此刻 我怎会想到这一切 这一等就是两个多小时 她今天多半是请假了 为了陪一个狗男人而已 我再次自嘲 盯着三栋楼梯口的目光 却越发平静寒烈 也不知过了多久 徐妮出来了 她显得很高兴 就连高跟鞋踩在地面的哒哒声 都仿佛欢快的乐曲 得到满足的女人 果然容光焕发 充满了能量啊 和她一起出来 被她轻力挽着胳膊的 是一位一米七八左右 这个男人我居然见过 有一点印象 当时我的朋友罗伍 就怀疑她老婆有问题了 叫上我一起去找证据 结果去了一家餐厅 没找到罗伍的妻子 无意中碰到了徐妮 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和她一起在吃饭的 就是这个男人 徐妮还没事人一般跟我介绍 说是他们公司合作方的业务员 正和她谈一笔业务 记得罗伍那时还提醒过我 说这个男人高大帅气 让我小心一点 别把自己的老婆栽进去了 可惜我只是哈哈大笑 完全没到一回事 现实 狠狠地甩了我一个耳光啊 我掏出手机 悄悄拍下了他们的身影 因为正好是向着我这边走来 所以我赶紧缩了回去 蹲在一排低矮的东青树后面 两人很快走近了 从我前面的路过经过时 我们之间只隔着一排东青树 即便他们是走在 偏路中间的路线 距离也不到三米 透过东青树的小只 我清晰无比地 看到了徐妮修长的大腿 记得她早上出门的时候 穿的是一双薄肉丝 但现在却不见了 这一上午的时间 两人在楼上都干了什么 已经无须多言 啪 正当我脸色阴沉之际 两人从我面前经过 那个男人搂在 徐妮腰间的手 突然不老实啊 狠狠在他胶臀上拍了一下 清脆刺耳 哥哥 徐妮放 浪得笑着 居然没有拒绝 将那只肆意抓捏的狗爪 按在了臀上 坏蛋 大街上呢 让人看见了多不好啊 我尼玛 一股气血冲脑 我的脑瓜子当场就炸了 这还怎么忍 我特么又不是忍者神规 我差点就冲了出去 但最后的时刻 谨慎的一丝理智 让我强行忍了下来 虽然这时候冲出去 也算是抓个现行了 但仅仅只是这样 并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为了让徐妮得到 他应有的惩罚 暂时先咬牙 当一会忍者神规 又算得了什么呢 很快 两人便在徐妮哥哥的 娇笑声中 渐行渐远 直到看不见了 我从绿花带走了出来 从小区另一侧的出口离开 说实话 这时候我真的想喝酒 但这个念头 刚从脑海中冒出来 就被我压了下去 妻子出轨 自己却借酒交仇 这算什么男人 我要坚强 不能因为喝酒而失去理智 让他看出一些端倪 这个决定 让我自己都有些吃惊 果然男人是要在逆境中 才能激发出血信的 或许这一次的经历 能让我变得更加坚强 回到家里 我从他的桌子里 找出了一些东西 例如存折之类的 结婚之前 我们其实并没有什么钱 但因为我父母的帮衬 至少也算有了个小家 衣食无忧 算得上小康吧 我们现在住的房子 首付是我父母出的 月宫也一直都是我在还 徐妮的老家在农村 家境并不是很好 我们以前没什么钱 但这些年慢慢好起来了 我除了工资以外 日常喜欢写稿 稿费其实也并不少 但这些钱几乎全都交给徐妮了 包括她的工资 我也从来没有过问 当然了 钱平时都是交给她存 折子在她那 但我这也有张卡 按照我的估计 到现在 账户里应该也有个 大几十万的存款了吧 因为是折子 有记录的 我发现她最近取了不少钱 有一次是两个多月之前 一次取了六万 还有一次 就是在十余天之前 又是现金 取了九万 我极度怀疑这些钱 是她拿去养那个小白脸了 这可都是我的辛苦血汗钱 将这一切都查清楚后 我心中有数了 也有了自己的计划 不过 晚上徐妮回来的时候 我仍就装着没事人的样子 就在客厅里 用笔记本电脑 有一下没一下的敲打稿子 时而翻翻资料 今天她回来的还是很晚 都已经十点了 一双大长腿 居然不是光光的 但却不是上午出门时的薄肉丝 而是一双大灰丝 狗男女 晚上又折腾在一起去了 我暗中咬牙切齿 等她洗完澡出来 坐在沙发上吹干头发后 我的目光仍就看着电脑屏幕 随口问了一句 对了 你最近什么地方要用钱吗 我刚才在桌子里找东西 无意中看到折子了 哦 室友这是 公司的业务太忙 一下忘了跟你说了 她的身体僵了一下 没敢看我 装着拨弄头发 是老家那边有点事 我拿了点钱给爸妈打过去了 他们身体不太好 你不会生气吧 看你说的 你爸妈不是我爸妈 这能生什么气 我一边说着 伸手从茶几上拿起手机 我打个电话过去 再怎么着也得关心一下嘛 不然他们可要说 我这个女婿不合格了 别别 徐妮明显有点慌 赶紧抬手拦下了我 借口道 这么晚了 你以为爸妈跟你一样叶猫子啊 再说了 他们的身体也没什么大事 我都了解过了 放心 没事的 毕竟老人嘛 和我们年轻人比不了 谁还没有个胳膊腿疼的 我已经嘱咐他们拿钱多买点宝 健品了 你特意因为这事问过去 老人反倒心里紧张 见我问了一声没再多问 他也不提这事了 对了 正好我也有点事 要跟你说一下等了一会儿 我再次出生 当初结婚的时候 咱们这套房子的首付 是我爸妈付的 现在老俩口就一点退体金 基本没什么存款 有个头疼脑热的 过量心疼钱 都舍不得去医院 而且家里的老房子 也有年头了 二老住着不太舒服 我们现在条件 也勉勉强强了 要不先把当初首付的钱 还给我爸妈 你看怎么样 等我说完 他愣了一下 但也没多想 只是脸色有点不太好看 你自己决定吧 卡不是在你那儿吗 我这几天确实是太忙了 就不陪你过去了 答应得虽爽快 但看得出来 他还是有点不太情愿的 当初结婚的事 他对我爸妈就有点意见 这三年偶尔还提一嘴 过年过节 更是少有往我爸妈那边去 即便失去了 也只是吃顿饭就走 还有一件事 我趁热打铁 听说房价又要涨 要不我们先把 顶户小区的房子 付点定金吧 反正以后有了宝宝 学区房迟早是要买的 早定早便宜 是不是有点太早了 他又愣了一下 语气有些不太自然了 再说学区房 也不一定非得顶户小区啊 都开盘三年了 要不等等 说不定这两年 又会有新楼盘 我看了他一眼 你当初不是说 很喜欢顶户小区吗 现在怎么又嫌弃了 这哪里是嫌弃啊 分明是做贼心虚呢 但那个狗男人 现在在顶户小区住的房子 究竟是他自己的 还是许你给租的 我还不好确定 没有啊 顶户小区挺好的 我哪里嫌弃了 他赶紧解释 勉强答应了 这个事情你自己定就行了 毕竟你是一家之主 你拿了主意 就按你的意思办吧 说着 他起身向卧室走去 嗯 那就这么说定了 我明天就去顶户小区 好好逛逛 毕竟买房也不是小事 我走到卧室门口的徐妮 一听我明天要去顶户小区 好好地逛逛 脚下明显微微一致 这一刻的他 心里多多少少 应该有点慌吧 万一在那里 被我装个正着可不太妙呢 我暗自冷笑 心下有些得意 今天晚上 恐怕要换成他失眠了 顶户小区反正也顺路 你正好要去上班 顺便就在我一起过去吧 第二天一大早 我起床洗漱后 直接就换好了正装 连早餐都没做 反正他也看不上眼 不会吃的 家里结婚的时候 买了一辆十几万的家用车 前两年一直是我在开 但今年年初开始 因为徐妮工作了 而且在那家建材公司 负责跑业务 所以车就给他开了 反倒是我 因为是搞设计的 工作性质决定了 哪怕是在家办公也没问题 所以基本上不用车了 正准备出门的徐妮 一听我要搭他的车 一起去顶户小区 明显愣了一下 表情不太自然 但这个要求 他显然没法拒绝 点了点头 便和我一起下楼 走出楼道的时候 我嫌他脏 有意思的是 我们才刚到顶户小区附近时 就看到了那个年轻男子 从里面出来 徐妮突然一下有些紧张了 下意识地点了一下刹车 连也绷得紧紧的 有事吗 我心下冷笑 却故作不决 扭头看了他一眼 不是还没到吗 停在这干嘛 往里面再开一段路吗 我 我突然想起来一件急事 要赶紧去处理 你自己下车过去 也是一样 他的反应还算可以 这么快就找到了合适的理由 说着已经打开了车门内索 好吧 那你去上班了 我自己过去转转 我推门下车 头也不回地向着小区内走去 虽然没回头 却听到了身后车子 匆匆离去的声音 他多少会有点慌乱局促吧 我暗暗得意 抬头望去时 那个狗男人不真哪去了 并未看到 我也没去理会 静止向着寿楼不走去 让我意外的是 居然又在这里 看到了那个狗男人 直到此时 我才知道 这个狗男人叫萧玲 乃是和胜地产老板的侄子 而顶湖小区 就是和胜地产名下的楼盘 这个发现让我有些愣神 原以来 徐妮是因为自己 显怜寡耻的欲 望而包养了一个小白脸 包括她这几个月以来 取走的十几万 应该也全都是 花费在了这个小白脸身上 可现在的情况 似乎和我想的有些不同 虽说萧玲并不是 和胜地产老板的儿子 但至少也是很近的亲戚了 即便不好说她是富二代 恐怕也差不了多少了 那么 如果不是徐妮包养她 莫非还是她包养徐妮 可如果是后者的话 徐妮图她什么 前返正是没看到 而且徐妮自己 掏腰包的那十几万 也说不通 究竟用在了哪里 原来是胡先生 我来接待吧 正当我脑子有点乱的时候 萧玲满面红光地走了过来 向身后跟着的兽楼员 打了个招呼 小李 这是我一个熟人 我来接待吧 你去忙看得出来 他在这里 应该是个管事的高层 如今却接过了 兽楼员的接待工作 无视献殷勤 分明是冲着我来的 而且 我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 昨天那段视频 十有八九 就是她发给我的 如果真是这样 她的目的又是什么 挑衅 炫耀 而这么做 又能让她得到什么呢 胡先生 我们见过面的 上次在那个餐厅里 此时 萧玲已经走到我面前 一边说着伸出了右手 和胜地产的几个在建楼盘 都是由我负责建材采购 而徐经理的公司 就是做建材的 上次在那个餐厅 我只是和徐经理 在谈一笔建材购销合同而已 正巧被胡先生碰到 没有让您误会吧 我可是听徐经理说过呢 胡先生对她十分信任 这样的一对恩爱模范夫妻 当真是令人羡慕啊 她的嘴角微微上瞧 笑得有些古怪 感叹的语气也略重了些 听在我耳中 一字一句跟针扎似的 故意的 这是一种赤果果的挑衅和嘲讽 我基本上已经确定 那段视频就是她发给我的了 也就是说 她是知道我已经知道 徐妮出轨之事的 如今却故意在我面前 说出这样的话语 这是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 在向我挑战 我恨得牙根都发痒了 偷人家老婆 居然还敢如此指高气昂 简直太无耻 太嚣张了 只能说是现在的法治社会救了她 这一刻的我 真的有豁出去一切 和她拼命的冲动 笑先生说笑了 深吸一口气 我最终还是将这种冲动 强行压了下去 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平静 似乎并不在意似的 越是这种时候 我越要冷静 对方敢如此当面挑衅 就是等着看我的笑话呢 我表现得越愤怒和不堪 她就越高兴 我绝不能让她得逞 我决定反击 虽然还不明白 她和徐妮之间究竟是种什么关系 又是因为什么勾搭在一起 但我可以试探 对了 笑先生这么年轻 应该还没结婚吧 有女朋友了吗 若是遇到合适的 早点结婚也不错 我强忍着怒火 我一边在大厅里转悠 一边闲聊式的转移了话题 这次我过来呢 是想定一套大点的房子 你应该听她说过 我们很快就会要孩子了 孩子生下来之后 她估计也没时间出去工作了 女人嘛 把孩子带好 就是一种最大的成就了 一边说着这些话语 描述着连我自己 都已经不再相信的美好未来 我一边在偷偷打量萧林的反应 果然 她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变得有些阴沉 分明是已经被激怒的照显 就在刚才 这个狗男人 还宛若一直打了胜仗的骄傲攻击一般 在我的面前 趾高气扬的挑衅和炫耀 而现在 一听说我是来定心房的 而且还是为我和徐妮生孩子做的准备 她的脸色一下子就阴沉了下去 她被激怒了 也被打击到了 我的目的也达到了 莫名感觉到一阵解恨 转了一圈后 我初步看中了几套 但具体还为最终拍板 这件事我并不着急 杨首向萧林打了个招呼 转身遍及离去 我等着看好戏呢 萧林今天在我这里射贬受了气 以她这种历练不深 多半压不住火的小趴才得行 回头十有八 就要把气撒在徐妮身上 果然 今天晚上徐妮回来得很早 七点半还没到 我就听到了开门的声音 因为有了此前两天 她没回来吃饭的事 我今天压根就没准备她的饭菜 这会儿一个人坐在餐桌前 刚好将最后一点菜扫光 今天回来这么早啊 心下暗自冷笑 我脸上却是不动声色 还故作歉意地说道 我以为你今天又要加班呢 没给你留饭菜吃过了吗 没吃的话 我给你下碗面条 她弯腰脱下了高跟鞋 她上拖鞋向客厅走去 也没逼我 提了提裙子 姜丝 袜退了下来 却一直都没有说话 脸色多少有些难看 你今天在顶湖 没等她说完 我直接就起身打断了 你休息一下吧 我去给你煮面条 我一看就知道她今天 肯定和萧玲吵架了 现在回来多半是想找我的茬儿 但这种机会 我怎么可能会给她 做完面条 我找了个借口 就出门溜弯去了 回来的时候 已经过了十点 客厅里没人 卧室的门关着 她都已经睡下了 憋着一肚子气睡觉 对皮肤可不好 这个女人啊 现在都不讲究保养了吗 我感觉到一阵 前所未有的爽快 太解恨了 第二天一早 我起床的时候 徐妮已经出门了 相信她能感觉到 我昨晚下楼六弯 是故意的 这一夜无话 两人之间虽然没有争吵 却已经可以算是冷战了 反正我早已死心 无所谓 吃过早餐后 我出门又去了顶湖小区 今天没看到萧玲 我也不在乎 反正昨天已经气到她了 解了恨了 倒不必急于一时 但那个狗男人在哪里 我基本上心中有数的 因为我刚才特意查看过了 徐妮不在公司 她现在也在这里 半个多小时候 我瞄了眼手机 红脸在动了 我知道这对狗男女已经完事 徐妮要下楼了 于是便找了个借口 让被蒙在鼓里的萧瘦 带着我四处转悠一圈 而且我有意无见的 正是向着壁区走去 这一转 果然就看到了刚从屋里出来 牵着手走路的徐妮和萧玲 这两个家伙经过了 刚才的一顿禅 年后 昨天的不快似乎已经消散了 两人并肩走着 靠得很紧 几乎是在我看到他们的瞬间 徐妮就身形一阵 立刻拉开了距离 强作镇定 但我还是从她的眸中 看到了一抹紧张和慌乱 这一切我故作不知 没使人搬迎上前去 牵上徐妮的手 装着诧异的问道 孝先生 这么巧啊 你们也在这里 萧玲没有说话 只是盯着我牵徐妮的手 面色有些难看 我是来看房子的 徐妮赶紧接过了话头解释 听孝总说 你昨天看了几个三居室 都觉得不错 所以我想过来看看 正好碰到孝总 就向他打听一下 毕竟是熟人嘛 这样啊 我并未揭穿他 接着话头说道 我刚才已经看过那几套房子了 选中了一套 现在是打算再看看 小区的配套和环境 然后再决定要不要 直接定下来就是了 毕竟你都看中了 徐妮也不好多说什么 硬着头皮 当着萧玲的面点了点头 我直接无视了萧玲 这个结构是很不错的 因而防选在哪间 我都已经想好了 回头领你去看看 徐妮的脸色有点僵 却只能配合我 我能感觉到身后的目光 愿度如见 恨不能将我的身体 露出两个窟窿来 但这种感觉 真的很爽啊 来到寿楼部 销了几万定金 签好合同后 可能是因为心虚吧 徐妮一件已经快到中午了 便说不回公司了 开车送我回家 我开的是后厢的门 没打算坐在前排 分明是故意告诉她 今天的事 我其实是不高兴的 而且昨晚的冷战 貌似还会过去呢 徐妮开着车 也没有说话 车厢里的气氛有些沉闷 当车子在家里楼下停稳 我开车门时 下意识地低了低沉 身形顿时就是一将 后排的地上 有一个套 套的包装袋 已经被撕开了 至于是谁用的 已经不用多说了 这对狗男女 真是玩的花啊 在车上都折腾过了 徐妮 这是什么 你是不是该好好解释一下 强忍着怒火 我伸手捡起了地上的套 套包装袋 扔到了徐妮身上 怒声质问 这 我车上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 她彻底的慌了 脸色刷得一下 煞白如指 仍旧在强行解释 啊 我知道了 前两天 我把车借给了公司里的 业务员小赫 一定是她在车上乱搞 早知道就不借给她了 是吗 我连多一个字都懒得多说 双手环抱在身前 套到了背上 只是这么冷冷地看着她 这种无情的压力 一定让她很害怕吧 我急愤怒又觉得可笑 老公 你相信我 我绝对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 这件事我真的不知道 一定是小赫干的 回头我一定好好骂她一顿 徐妮这次是真的慌了 在前排扭过身来 一脸着急的信誓旦旦 我发誓 如果这件事是我做的 我 我就出门被车撞 我不得好死 说完 她伸手就想来搂我的脖子 我依旧不为所动 不着痕迹地避开 回家吧只是 下车的时候 我又小声嘀咕了一句 徐妮 以后这种事就不要随便乱发了 毕竟偷情也不是什么死罪 万一哪天老天开眼 来个车失控了一下撞死你 那多冤啊 她的身形陡然一阵 瞪大了双眼 脸色在这一瞬间变得死灰 回到家里 我直接去了书房 这一次我真的有点扛不住了 感觉心好累好累 书房的柜子下面 有几瓶我珍藏的老酒 都是53度的高度白酒 我直接拿出了一瓶 也没用杯子 仰头就咕噜咕噜喝水似的 猛灌一大口 直到辣得自己受不了 才放下酒瓶 枪的眼泪都出来了 咳咳不停 砰 砰砰 老公 你开门啊 你在里面干什么 别吓我啊 外面 徐妮也回来了 正在拍打着书房的门 似乎还有哭腔 也不知是不是装的 真的不是我做的 你要相信我 忘了我们结婚时说过的话了吗 永远不背叛 勇气出心 老公 我心里真的一直都只有你 我从未想过背叛你 我们不是说好了这两年要宝宝的吗 你都要给你生孩子了 你还这么不相信我 你还是个男人吗 我震惊了 坐在书桌前目瞪口呆 脑瓜子嗡嗡作响 身体却在不受控制的颤抖 这还是人说的话吗 彻底的刷新了我的认知 原来一个人的下线 可以到这种程度啊 明明背叛了爱情和婚姻 却如此信誓旦旦 不但将当初结婚时的誓言 拿出来说事 甚至还提到了我们曾一起 美好期许过的宝宝 关键他做错了事 竟还有脸反过来倒打一耙 指责我不是个男人 我真的无法想象 一个女人 居然能无情无耻到这种地步 他的良心 真的不会痛吗 举头三尺有神明 他夜里一个人 面对黑暗的孤寂时 真的不会害怕吗 咕噜咕噜 我的心彻底的死了 眸中带着泪 再次仰头灌了一大口酒 两口烈酒 居然看到了半瓶 又是一股火辣辣的热 流顺着喉咙躺下 紧接着变化为一股火热 向着我的四肢摆还散开 这一刻 我的双眼都红了 真的忍不住了 碰的一声将酒瓶放在书桌上 我起身就开了门 掏出手机 点开那个视频 直接放到了他眼前 视频里 不着骗履的他狂眼而放纵 就仿佛是另外一个人 而这一切 如今却全都展现在他眼前 与他之前所解释的话语 形成的鲜明对比 仿佛是一个小丑在无声的嘲笑 这 徐你的脸色瞬间变成死灰 身形亮呛着后退了两步 张了张嘴 却没说出一句话来 反应过来后 他又猛递一下上前两步 拽住我的胳膊 苦苦哀求 老公 你听我解释 我可以解释的 滚开 不要碰我 我嫌脏 我红着双眼 恶狠狠地盯着他 胳膊一抬 无形中用出了力道 他被带着跌倒在地 我没有理会 转身就进了书房 我决定今晚就在这里睡了 有空调 有一张沙发 更重要的是 有我现在喜欢的独处空间 也不知过了多久 书房的门被推开 第二次关门时 我并没有反锁 没那个必要了 谈谈吧 让我有些意外的是 站在门口的徐妮 这一刻 净显得出奇的平静 甚至眸光都很冷 给我的感觉 就像他是在看一个陌生人 而不是一个相恋七年 结婚三年 多少也该有些感情的爱人 既然都已经这样了 我也不想再强行解释了 见我抬头望去 他再次出生 我们离婚吧 还好当初没有要孩子 不然我多少会有些犹豫 但现在 不会了 房子 存款什么的 还有那辆破车 全都给你 我今生出户 只要你在协议上签字 就能拿到一切 这总行了吧 呵呵 我乐了 这话说的 好像我还占了他多大的公式的 好像他在试试我一般 要知道这间老房子的首付 也是我爸妈拿的 这些年以来 家里的收入 也都是我的工资和口费 没错 他也工作了 但那只是从今天年初开始 而且他的工资 也并未存入我们的家庭账户 估计也就够他平时化妆品 购买衣物鞋子 包包的开箱而已 也就是说 家里的一切 都是我的血汗 而且犯错的是他 他近身出户 本就数应当 怎么现在从他口中说出来 竟成了让我离婚签字的筹码 竟成了对我的施舍 如果我真的接受了 以这个女人的无情和无耻 得逞之后 在外面恐怕还不知 会把事实说成什么样呢 我真的是又开了一次眼界啊 我没有说话 只是一脸嘲讽地看着他 仿佛在看一个小丑 我原本美好幸福的生活 被这对狗男女 活生生地撕成了碎片 我的人生都毁了 从此留下了 永不可遇合的伤痛 我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放过他 不仅仅只是他 还有那个狗男人萧玲 我也都不会放过 我要让这对狗男女身败名裂 否则此恨绵绵 永无绝期 我都已经这样了 你还想怎么样 他似乎看出了我的恨意和决定 一下子又激动了 冲着我咆哮 好聚好散不行吗 你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 这样拖着我对你有什么好处 我只是向往美好的生活而已 我有什么错 人往高处走 水才往低处流 这句话自古便是智里明言 你能有什么想不通的 求求你了 放过我 放我走好吗 都已经这样了 你别再拖累我 我也不想再耽误你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追求美好的生活 我拖累你了 我又被激怒了 复述着他口中所出的 这一句句无耻的话语 酒精借着怒火 疼得一下冲入大脑 放声咆哮 我往低处流了吗 这几年我不够努力吗 我们结婚三年 从开始的一盆乳洗 到现在有了大几十万的存款 不都是我在努力拼搏的结果吗 当初结婚的时候 我们说好了一步一个脚印 以后生个宝宝 用心的把孩子抚养成人 看着他成长 这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难道这三年以来 我不是向着这个目标努力 而且越来越近了吗 不是都已经计划好 这两年就要宝宝吗 这样的生活 曾经不就是你 憧憬的幸福和美好吗 而且这三年以来 无论是生活中的陪伴 还是物资上 我什么时候亏欠过你 让你受过委屈 怎么到了现在 莫名其妙就变成我拖累你 你狡辩啊 你说啊 你说啊 这一刻我爆发了 情绪有点失控 但这些话语 字字由心 正是我心中 对他最严厉的斥责 我满以为 这样的质问直入灵魂 会让他无从辩驳 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他竟只是冷笑 立刻就提出了 一大串的歪理反驳 我承认 这几年你确实很努力 也确实没有亏欠过我 但你自己也说了 到现在也就几十万的存款而已 就连生宝宝 也都要等这一两年 再做些准备之后 我都三十多了 人生已经过了小半 青春还剩多少 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你还能给我 更美好的生活吗 我不要开这种 二十万不到的破车 我要开跑车 我要大排包包 我要全球旅行 人都只是活一辈子 凭什么那些扩太太 付加千金就能享受人生 我就不能 就你现在这点本事 即便这一两年 生下的宝宝 一点点存款 很快就会因为奶粉钱 孩子的学费 等等各种开销 捉襟见肘那时候 我成什么了 一个每天为了柴米油盐 而操劳的黄脸婆 那些扩太太 付千金的生活 从此将成为 我可以悬崖勒马 你给不了我的 小灵都可以给我 而且我们就快要成功了 求求你 放过我 也放过你自己 好吗 说着说着 他又哀求了起来 眼中的渴望和祈求 炙烈的让我感觉到心寒 曾几何时 我们是那么幸福的在一起 憧憬美好的未来 而现在 他如此渴求的 近视离开 这些话语 让我震惊了 也彻底的呆滞了 我张着嘴 正正的看着他 从未有过的陌生 真不敢相信 这是和我一起 生活了几年的心爱妻子 竟可以被这铜锈的现实 腐蚀的如此扭曲和彻底 我彻底的绝望了 也在这一刻 意识到他之所以来找我谈 唯一的目的 只不过是要说服我 在离婚协议上签字而已 但那 绝不可能 砰 我什么都没有再说 直接将书房的门关上 这一次又反锁了 你会后悔的 我保证 门外 传来了徐尼歇斯底里的尖叫 壮若疯狂 等着吧 你一定会签字的 你这个懦弱卑类的男人 想拖着我一起沉 轮苦海 我绝不会让你得逞 砰 外面的客厅 也传来了沉重的摔门声 他走了 一定是到萧林那里去了 反正今晚是不会再回来了 脸皮已经彻底四破 装不用再装了 我一下子瘫倒在椅子里 眼神空洞 脑海中一片空白 这就是我要的吗 原本美好的一切 彻底的被粉碎了 我甚至失去了人生的方向 在这一刻想到了死亡 但我又想到了父母 我又重新振作了起来 这个无耻下作的女人 不值得我放弃人生 我不是为她而活的 她不配 我不会放你们逍遥如愿的 背叛婚姻的女人 必须要得到应有的惩罚 我渐渐的冷静了下来 又一次确定了 自己要做的是什么 我突然想到了 她刚才的一句话 我们就要成功了 这个我们 指的是她和萧林 但这里所谓的成功 又是什么呢 我感觉自己抓到了什么 脑中灵光闪过 疼得一下从椅子上坐了起来 这个被金钱 欲望望了心眼的女人 现在追求的是富贵的生活 为此不惜背叛了一切 而她所追求的富贵 需要大量的金钱才能满足 萧林或许有点钱 但她并不是真正的富二代 仅仅只是和胜地产的侄子而已 凭什么让徐妮认定 可以给她想要的富贵 除非 我出了书房 直接冲进了卧室 一旦寻找后 我在她那边的床头柜 下层抽屉的暗格里 找到想要的东西 一个笔记本 一个用盘 这里面记载的 既有一些来往账单 还有一些 她和萧林之间的对话录音 笔记本上甚至还记着几个账号 以及每笔钱款打入的数额 具体时间等等 我仔细地查看了一下 这几个账号中打入的总资金 在这年续以来 已经超过3000万了 而这些钱 全都是徐妮和萧林两人勾结 以次充好 以工作多攒下的黑心钱 难怪两人能勾搭在一起 徐妮在建材公司是负责业务的 因为工作能力出众 爬得很快 半年之前就已经是精力了 权限不小 而萧林则是和胜地产老总的亲侄子 负责多个楼盘的材料采购 而且缺少监管 一个是供货方 一个是用货方 这两个家伙勾结在一起 按相操作 半年时间黑下这么多的材料款 简直就跟玩似的 没良心啊 太缺的了 用了这么多的次品建材 万一出现什么质量事故 得害了多少人啊 弄清楚这一切 我处理的愤怒 对徐妮的不择手段和毫无下陷 也彻底的绝望了 短暂的震惊和愤怒后 待兴趣平复下来 我很快就开始了行动 用盘里的通话录音 我全都做了备份 笔记本上的所有记录 我都用手机一一拍了下来 做完这一切 我将它们又原样放了回去 这样能避免打草惊蛇 只是 回到书房 坐在桌前 看着我备份过来的证据时 我竟又是一阵的发争 突然又有些犹豫了 他虽无情 但我却有些不忍 毕竟是曾经爱过七年的爱人 毕竟是在一起生活好几年的夫妻 如果我将这些黑料全都曝光 他这一生就彻底的完了 未来的十几年 将在牢狱里度过 即便还能出来 那时也将已是年金花甲 这未免太过残忍 这一刻 我又自嘲地笑了 或许 我真的就是他口中所说的那种没用 懦弱的男人吧 自己都已经这么惨了 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居然还在心软 这一夜 我又失眠了 即便喝了大半瓶高度白酒 也在书房的沙发上翻来覆去 到半夜才昏昏沉沉地睡去 第二天早上 我是被外面的动静吵醒了 他回来了 当我胡须拉茶 神情憔悴地打开书房的门时 映入眼帘的一幕 让我身心一阵 怒火刷的一下又冲脑而起 客厅里有两个人 正是徐妮和萧玲 这个无耻的女人 一大早居然把狗男人 都带到我们家来了 而且 她是来收拾东西的 两人手里都拖着一个大行李箱 正从客厅往门口走去 胡先生 我们又见面了 在这种情况下看到我 尤其是现在的我憔悴而邋遢 萧玲似乎觉得很得意 竟微笑着向我点头打招呼 一边说着 她的另一只手 顺势就揽住了徐妮的腰 挑衅得向我扬了扬下巴 顶湖小区的学位房 你应该不需要了吧 我尼玛 我气得浑身都哆嗦了 抱了一句粗口 挥拳就要冲出去 胡东 你能向着男人点吗 请给路斯尔留点最后的体面 别让我彻底的瞧不起你 徐妮一步就挡在了她的身前 无论是看我的眼神 还是口中绝情的话语 都让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陌生 我一下子停住了 是啊 我何必如此冲动和失态 他们配吗 相信我 你很快就会签字的 见我停了下来 徐妮淡淡的说了一句 转身就和萧玲出了门 这个家 我以后再也不会回来了 签字的时候 我们再见最后一面 砰 沉重而无情的摔门声传来 我条件反射的身形一阵 感觉全身的气力都被抽走了 一下子瘫坐在地上 两眼无神 也不知过了多久 我才从地上起身 走向卧室 里面一片狼藉 她的衣柜打开着 在地上扔的到处都是 我想到了什么 打开她那边的床头柜 底下暗格里的东西 果然都被带走了 原来是想到了这些罪证 才一大早匆匆赶来的 真是一对狗男女啊 我咬牙切齿 昨天晚上的心软 一下子就淡去了大半 正当我胡思乱想之际 也不知过了多久 突然间电话响了 老胡 你怎么回事 没事打她干嘛 罗五的声音传了过来 透着不解 赶紧哄哄吧 现在这年头 咱们小老百姓 娶个媳妇可不容易 徐妮都发朋友圈了 弄不好可能是来真的徐妮 朋友圈 还打她 我莫名其妙 什么时候有这种事 这个无耻的女人 愣了两下后 我突然反应过来 挂断了电话 赶紧点开朋友圈 果然有几张图片 正是徐妮的自拍 能看到脸 足以证明是真身 其中既有胸口处的斑痕 也有大腿上的瘀痕 而且还配闻 以自嘲和绝望的口气 说什么没想到 她也会遭遇家暴 这段阴婚完了之类的话语 我尼玛啊 我气得快要炸了 这些伤痕 要么是她屁的 要么就是昨天晚上 和萧林折腾的时候 过于静心留下的 总之一句话 和老子没有半毛钱关系 可现在怎么解释都说不定了 这个无耻的女人 先下手为强了 明明是她背叛 无耻且无情 最后居然还如此倒打一趴 为的就是逼我签字离婚 甚至她还要占据道德的制高点 让我背负骂名 未免也过于阴险了 我正想出门找她理论之际 电话又响了 这次是我妈打来的 让我莫名一阵紧张 心头有了不好的预谈 儿啊 你这犯的什么糊涂啊 没事你打她干什么呀 好男人能打老婆吗 存心要气死我们是不是 电话一接通 我妈又起又伤心的哭声 就传了过来 这件事现在都闹开了 亲家母两口子都从乡下来了 找你爸理论 气得你爸脑梗复发 我们正往医院赶来 你快来啊 轰 我的脑子一下就炸了 这一刻对徐妮的恨意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峰值 怎么样对我都可以 但却不能动我的家人 我爸以前发过脑梗 他是知道的 这个女人已经恶毒到 要害人性命的地步了 徐妮 小林 你们这对狗男女等着吧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抬手抹去悔恨的泪水 我咬牙切齿地吼了一声 没有再纠结这件事 匆匆出了门 向着医院赶去 赶到医院的时候 徐妮的父母已经走了 回乡下去了 应该是心虚吧 虽然这件事 是他们直接造成的 但毕竟他们也是被徐妮利用 并不是有心的 一样也被蒙在了鼓里 我并不怪他们 当然了 这也是因为 我父亲的情况并不严重 到了医院就醒了过来 检查过后 并无其他异常的缘故 当天父亲就出院了 回到家里 我向他们坦白了一切 父亲面色铁青 握着拳头没支声 母亲却一把将我抱在怀里 心疼地大哭 我的儿啊 你受委屈了啊 这一刻 我嚎啕大哭 把头捶在母亲的怀里 像个孩子 这样的画面或许确实窝囊 但这一哭 把我所有的委屈都释放出来了 也让我想通了 释怀了 我突然不恨徐妮了 因为恨是要有情感基础的 至少说明曾经爱过 期许过 而现在 我对徐妮已经没有了一丁点爱和感情 自然也就不恨了 我不是为她而活 她加注在我生命中的痛苦 不应该是将我击垮 让我余生都留下阴影的伤害 而应该是帮助我成长的一种魔力 是的 我突然一下觉得自己长大了 走出这件事后 我要重新振作起来 努力工作 孝敬父母 同时自己也好好地生活 不要活得开心 活成她极度的样子 然而 我虽然不再恨她 却也不可能就这样放过她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犯了错 就该付出代价 而她背叛了我们的誓言和婚姻 这样的女人 应该得到应有的惩罚 这一刻 我突然想起了一句话 我没读过什么书 不懂什么千良功德 有仇 我是会报的 所以不要来惹我 第二天一早 我主动给徐妮打了个电话 语气很平静 不用签什么离婚协议书了 直接去民政局办离婚吧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我说过 你迟早要放手的前面这半句 应该是我对她说的 她却说得如此坦然 我只是笑笑 一点都不气愤了 下午的时候 我去了民政局 徐妮是和萧玲一起来的 两人手挽着手 一副正在经历着 爱情甜蜜期的样子 如交四期 又或许还有一点 故意做给我看的成分在内吧 我的内心毫无波澜 看着她们秀恩爱 就仿佛在看一对小丑 进行最后的演出 是的 这是她们最后的狂欢时刻了 可惜仍不自知 真的活该 原本离婚是有一个冷静期的 并不是说去了就直接能离 但她们俩太心急了 居然都考虑到了这一点 萧玲找了关系 竟直接就将离婚证给办下来了 这通骚操作 或许还让她们洋洋自得呢 殊不知我看她们的眼神 就跟看啥比似的 她们原本还能快活一段时间的 至少在离婚冷静期内 我不会轻举妄动 药段就彻底的断干净 再无牵扯 所以 我原本是打算冷静期过后 拿到离婚证 再将手中的黑料扔出去 可现在 我用不着再等了 两位 祝你们得偿所愿 从来迎来梦想中的美好新生活 走出明政局大厅 我居然笑了 一边说着祝福的话语 一边向着两人挥了挥手 这样的表现 让这对狗男女有点愣神 差点怀疑自己出现了幻觉 又或者是我受到的刺激太大 精神有些失常了 也就这会儿 才感觉你像个男人 直到确定我不是在说反话后 徐妮才回过神来 面色古怪的看了我几眼 点了点头 这样就对了嘛 好聚好散 说不定以后 还能算是一段曾经美好的回忆 放心 我们一定会幸福的 美好的新生活 已经在向我们招手了 我明天就辞职 和她一起离开这个伤心的城市 我尼玛 这话都能说得出来 当真是又一次刷新了我的认知啊 就凭她 也有资格说什么 这个伤心的城市 把未最前逃 提前跑路 说得如此轻心脱俗的 我也是真的醉了 但真的一点都不生气了 因为这对狗男女 很快就将得到应有的惩罚 抬头看苍天 曾经饶过谁 正当我感慨时 这对狗男女手挽着手 上了萧林的车 毫不留恋地绝尘而去了 看着在视线镜头消失的车子 我只是不停地冷笑 拦下一辆车后 我直接去了相关机构 将我手中的罪证 全都交了出去 一切都该结束了 但我的新生活 从这一刻才刚刚开始 整个下午 我都守在顶湖小区 通过手机的软件 我可以确定 徐妮就在这里 说不定正和萧林 在屋里共约爱河 进行庆祝呢 接近傍晚的时候 等待已久的时刻 终于来临 几辆相关部门的公务车 驶入顶湖小区 直接就停在了 B区三栋的楼下 随着车门开启 十余名身着制服的 工作人员下车 面色严峻 向楼上冲去 这番动静 引来了不少的 小区户主围观 人群越聚越多 都在指指点点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过了十几分钟的样子 工作人员从楼梯口走出 衣衫不准的 萧林和劈头散发 他这一双拖鞋的徐妮 被他们夹在中间 两人的脸色都宛若死灭 手中带着 赞心的银手镯 光芒刺眼 他们显然已经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吓得身形都在哆嗦 根本就停不下来 控制不了自己 我特意翻了一下 相关方面的刑法条例 以他们俩贪眉的金额之大 性质之恶劣 十年以上是没跑的 想必他们自己也心中有数吧 这一生 已经彻底的完了 呼咚 被押上车的前一挨 徐妮看到了 就抱胸站在不远处的我 她的身形一阵 面色大变 立刻就尖叫了起来 畜生 你这个无情无义的畜生 一夜夫妻百日人了 你居然如此狠心 我恨你 砰 她和萧林分别被推进了一辆车 然后车门重重的被关上了 看着警车驶出小区 我感觉世界一下子安宁了 整个人前所未有的轻松 一夜夫妻百日人 如果你以前能有这种觉悟 可至于落个如此结局 天作念 有可恕 自作念 不可活 全文完